就已经足够了 当然如果你想要做一些日常的修持 比方说要念一些短轨的话 这个法门也是有短轨的 如果你在自己的条件 是可以去念诵日修的话 当然可以做日修的修持 但如果不行的话 你应该要晓得 修任何的关系法门 其实都是同样的道理 你念六四大名之后 心里面花了立他心 这是最重要的 你应该先当想着 我的立他心要骗及 等须共立一切的心众生 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 想着观世音菩萨就在你的面前 然后持诵六四大名之后 这样子也就足够了 如果说你可以念诵成就法 或者是简轨的话 当然也是很好的 那么观音跟阿弥陀佛是不是一样呢 你可以说观音就是阿弥陀佛的儿子 然后度母就是他的女儿 因为在极乐运文里面就说了 阿弥陀佛化现出观音度母跟立化身大师 所以他们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强调 极乐运文非常重要的原因所在 在里面有很多佛教的道理 平常的修持当中 佛子行三七颂跟极乐运文是非常重要的修持 而且它是简编异行而且异动的 在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是你应该是这个世界上任何把事情做得非常好的人都是观音 男性都是观音 事情做得很好的女性全部都是度母 你应该这样子看待他们 而且呢对所有的众生都这样子看 如此一来确实将来 的确他们就是观音就是度母 这有一天你会真正能够这样子看待他们 真实的这样子看待他们的 这一天你会真正能够这样子看待他们的 这一天你会真正能够这样子看待他们真正能够这样子看待他们的 对于初学就是有人在讲说是修法的时候可能不会摇零摇骨啊不会大学 那手印就要怎么修呢 人们就是说就是你不想懂跟不懂是两件事情 就是说你如果今天想学但是不懂的话那也不用刻意不要紧 但是如果你从一开始就不打算懂这些事情 然后这是一种愚痴心那就要另当别论 比如说愚痴心的话你需要去对峙 你与这些对峙首先还是要去修词无量心 然后再来启发非无量心 这些道理都是要从这些最基本对于初学者来讲 都要从这些开始下手去解决你的愚痴心 然后从自己的父母开始发心 逐渐的往外扩张你的慈心跟悲心 他这个在35万远处备这个军案中让你愚痴心 哪个学校有了哪个学校有了哪个学生管理的 哪个学校有了哪个学生管理的 我想寻找是 princi呀 这就是所里的案子 就是 서울叫你 有 Artza Fly такая 搞不是这个essä 就是在自由essä 所以是今的ほ Explore 现在哪里对人差连 所以做不好的 从多小都到小的 Chun 因为这样是从哪里那么不厉害 在彌陀法本当中,咒慢的观想要如何进行? 其实你有观想能力的话,就按照里面的描述文字去做观想就可以了。 那有些人观想能力不太好的话, 你可以想在自己前面有一个很大的阿弥陀佛,自己是观世音菩萨。 可是如果这样也观想不出来的话,你只要保持着慈心跟悲心, 你心里面有慈心跟悲心,就等于自己是观世音菩萨。 你面前的阿弥陀佛就是自己心里面的爱心所发现出来。 你有爱心跟信心,有慈悲心的话,自然就具备了自观观世音菩萨跟对身本尊是阿弥陀佛。 这个观想就已经具备了,即使你没办法观出那个形象, 但是有信心,有慈悲心,有爱的话就可以了。 你们新一大跟之三红的情况, 这个刺激的刺激的刺激呢? 这人老十也刺激了 生智人有一个老十的刺激 老十的刺激 这刺激的刺激的刺激 生智人拼得脱眼不断 这人也刺激了 这就是我生了 而且在修本尊法门的时候 很重要的是按照 几天宋公所讲的道理 也就是升起次第的要点在于 对十项提起正念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什么叫对十项提起正念呢 比方说你今天具足菩提心 那你所做的本尊修持 自然就成为 自然就成为供养 对诸佛的供养 对众生的净罪的修法 你有信心 有菩提心的话 这些都会自然成办 所以即使你不懂的那些细节 但是心里面怀着 我必须要立他的想法 然后去念六字大名咒 光是这两个条件合在一起 就已经具备了 生起四例的一切要点 所以我们要从今天送公这句话 去理解修持本尊法门的要点 然后补充一下 刚刚还有人物协说 那个遗轨的细节部分 在座有一些 由于很多善知识 还有其他地方的善知识 都可以去请教 那个关于遗轨细节的部分 对 对 在座位置的计划 有关于遗轨细节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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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都会有什么故事 让人家估计在这些人 那个人说是比较低的 当人家估计在这些人 那人说是比较高的 比较高的 然后他说是比较高的 所以他说比较高的 他说是比较高的 这些人说是比较高的 特别是比较高的 他说比较高的 这些人说是比较高的 什么时候是最好的修持阴魔笛 日修仪轨的时机 人不介意说最好的时间就是按 你自己有空闲的 比较宽裕的时间去修 这是最理想的 然后你若实在没有时间要修 但还要修的话 你可以观想 就是在肚脐那边观一个哄字 然后持送他的咒语也就可以了 如果你也不持他的咒语 你就心里面想着哄字 然后想着这个就是阴魔笛 然后口中你也送欧妈哄 这样也是可以的 重点就是自己有时间 让你就是宽松的 在宽松的时间段 在宽松的时段之下 可以让你好好的去修持 这就是最理想的时间 如果说实在没有时间的话 也不要特别的勉强 因为这只会让自己非常辛苦 在宽松的时间里面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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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鼓舞 collar! 鼓舞 collar! 鼓舞 collar! alum考音 太嗓展釵 咪、咪、咪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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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